是另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 还是另做伪君子不做真小人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排列组合的选项 君子小人真的假的 我们进行搭配 第一个真正的君子真君子 第二个虚伪的君子伪君子 第三种真正的小人真小人 第四个虚伪的小人有吗 有伪小人吗 最后搭配下来只有三个结果 这三个结果我们搭配下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得出来恶没有伪 比方说我们说伪善有这个词的 有伪恶吗 恶没有伪小人没有假的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恶是一种真实的东西 而善是对恶的改造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如何向善而防止作恶 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伪君子至少还对某些社会规范 怀有畏惧之心 廉恥之心尚存 所以行事多少还有些顾忌或底线 然后他现在提出了三个概念 顾忌底线社会规范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好人 不做坏人 我们要行善不做恶 靠什么呢 靠社会规范 另外呢 每个人呢 要有底线和顾忌 这个意见 我觉得非常正确 很有道理 问题是什么社会规范 什么底线 什么顾忌 那么我们来看底线和顾忌 这两个概念 底线是属于什么的呢 底线是属于内心的 就是我不做恶 我做事情再怎么样 我要有一条底线 我们也称之为道德底线 这个底线从哪里来 从自己来 所以底线是由道德来负责的 那么物济是什么呢 物济是外加的 就是不是我不想做恶 我害怕 什么叫善呢 善不是说没有恶 善是什么呢 是我本有恶 我也会做恶 我也想做恶 我还能够做恶 但是我不做恶 这个叫善 这才能叫善 就是真善 我用一个不做恶的样子去做恶 那叫伪善 真善就是 我明明可以 我就是不做 我发自内心的不愿意做恶 这个底线就来道德 而顾忌呢 来自外加的东西 是我想做恶 我能做恶 我会做恶 我不敢做恶 为什么不敢 有什么人管着我 谁管 法律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社会规范的 有两种 一种是道德 一种是法律 道德管底线 法律管顾忌